連這個強化玻璃都不動 現在拋棄 強化六港 因為氣氛很激烈 有兩間店的強化玻璃 沒有人我今天真好 真的冷到拋棄 只要是餐廳 只要是不可以 這些東西不去想到人 但是這個來三點的老闆娘 真正讓他這個玻璃拋棄 這個情形 怕這條 玻璃門雄雄拋棄 今天人家走到衝出來看 玻璃拋棄的就是強化六港這間來三點 老闆娘想到那一頓 也覺得很可怕 三十號晚上六港很冷 所以老闆娘在店裡放燒爐 還其實是在樓口 雲差太大 玻璃門這個拋棄 老闆娘是強化玻璃 老闆娘說 會這樣 上層要開高窗 也要等電車過才有辦法時間 只能安慰自己 開錢小桌 人家沒輸就好 廣告玻璃拋棄 如果來三點 就沒有到一公里的餐廳 強化玻璃的白拋棄 現在 少林所發生 兩間店玻璃門拋棄 不理老闆娘說 因為出來出外 溫差太大才會發生 內外溫差極大的狀況下 那他的玻璃又是比較厚的 所以他內部因為他受熱 所以算是比較膨脹 那外側呢 因為他溫度比較低 所以他是比較收縮 所以他在後玻璃 內側膨脹 外側收縮狀況下 他就產生一個形狀改變不均勻 然後他就是碎裂掉 不理老實說 狹狗的寶寧換作比較薄的寶寧 讓他在氣氛變化 可以交換散開 那這是燒起 不要開太狀況 開湯門讓空氣流通 可以拋棄寶寧拋棄的藝王